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在这个夏天邂逅女友西西亚 两人决定一起在海边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日 本来应该很开心的一个假期 男主却在一个早晨接到女儿去世的电话 于是他与女友迅速赶往德国 看到提示间女儿的尸体 男主对女儿的猝死感到非常不解 在询问前妻和女儿继父无果后 于是要求验尸 验尸报告几经催促才寄到法国 但是报告是用德文书写 男主就去找了个翻译 但翻译却告诉了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报告显示女儿尸体阴道部位 有白中片绿的液体 肘部有注射痕迹 肌肤陈述中显示他给女儿注射了铁剂 兴奋剂等物质 并且肌肤也出现在验尸现场 男主对这些信息表示怀疑 于是他找到一个专业的教授进行资讯 教授告诉他验尸过程很奇怪 并没有对女儿是否性侵过进行检验 这对一个14岁的女孩死亡最正常的推断却没有去验证 显然是不符合验尸的正常逻辑的 且肌肤的出现也不符合流程 男主于是找来了律师上诉 要求查验女儿是否被性侵 寻找女儿死亡的真相 由此开始了一场耗时30年的争斗 不幸的是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 男主只能通过向社会分发传单的方式 试图给政府制造压力 最终却被逮捕受到控纲 在被保释后 男主找到一个擅长打跨国官司的怪律师 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重新演示的机会 却发现女儿的生殖器官全都不见了 这让男主更加怀疑和愤怒 又经过两年的努力 法国政府获得了德国尸检时所有的样本 虽然都指向继父 但被判刑却遥遥无期 男主在接下来很多年里都在为女儿的死亡四处奔波 辗转奥地利德国多地 女友也在男主的疯狂追求真相中失去 后来继父又强奸另外一个少女而被告上法庭 男主以为判刑有望 但坏人却只被判处两年缓刑 男主对这一结果感到愤怒失望 最后男主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德国和法国 由于国际政治的考虑早已达成共识 会对继父的案件进行偏袒 男主决定控告司法不公的法官 却遭到律师的拒绝 不再对他进行帮助 最后走投无路的男主绑架了女儿的继父 将他绑回法国境内使通缉令生效 让他回法国拘留众神案件 故事最后 继父被判处过是杀人罪15年 强奸罪不成立 男主因教唆绑架罪判刑一年 回顾电影开头 男主被警方逮捕时 女警说 个人执行司法公义是犯罪 男主平静道 我从未想要亲手制裁 只是看不下去法国司法的懦弱 对答之间可以看出男主对法律失望的何种程度 才会以身处法求得那一定点让杀人者获罪的机会 也许有时候法律的公平正义是需要特殊处理才能得以实现 但是仍然希望个人不需要妨碍司法 法律自会保护所有人 不论是受害者或普通人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第四章 只要散开头 颜色 监险因凡散开头 监险因凡散开头